此季歲末祝福是社區大事 在戲址 早上場就有千人來參加 場外熱鬧 場內溫馨 莫忘那一年 1997年林肯大駿倒塌時 十分鐘就趕到現場的廖順德 庆幸自己能夠參與救災 環保劇場見證分享 90多歲的李清彪 因為做環保 睡得好身體更健康 阿公說做環保太健康 太健康 每天早上 阿公 現在睡覺嗎 沒睡覺 雖然七八年來 每天坐計程車往返來我們的環保站 但是父親在這邊做環保 還有師兄姐的溫暖陪伴 這個意義跟價值是 金權無法衡量的 感恩是說不完 不只是在台上 曾經接受幫助的郭芳如 年年都帶著感恩心而來 他跟我講說 以後你會含著眼淚笑著說 我說真的今天是一路走過來 很感謝 感恩 祈求你們的幫忙 在大同區 勒林學院的長者們演藝經典 最受人讚嘆 並且一同回顧了 這一年來的慈善足跡 也反省到自我 本來就沒有 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沒有損失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肚子會餓這件事情 然後就會反省自己好像 擁有東西太多了 共同祈禱 也彼此祝福 延續好的姻緣 相信新的一年也會更好 帶來新聞專家美之公 台北綜合報導 小腹 國民民事典 如果 人們有